新城乡公所举办109年 新城乡家里村资源回收及环保 宣导中秋民俗义务活动 29号的晚间是在保安宫举行 县长许正位特别前往参与 向乡亲们致意同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家里村中秋晚会活动 29号晚上在保安宫登场 活动经费则是由华里县政府 和新城乡公所全力支持 县长许正位也在百忙当中 前来向乡亲们致意 在中秋家节的前夕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正位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长辈 给我们在台上的所有的民意代表的支持 鼓励 让我们能够为地方来服务 而且能够服务的更落实更踏实 我也要谢谢在我们的议会 有两位的议员都非常的支持正位 也非常的对于我们新城乡的建设 都提醒正位一定要全力以赴来支持 当然正位要更感谢我们的老大哥 这个我们和立台乡长 真的为地方他们一个村走透透 而且就在我们新城 无论是我们家里村 北浦新家新村 其实他都非常的熟 非常的熟 所以在这里正位要谢谢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花年会好 对不对 现场有相当多的摸财品 以及精彩的表演活动 现场许正位也一一向每位 在场的所有乡亲握手之意 也希望把每一份祝福分享给大家 透过活动的办理 能够感受佳节的团聚气氛 记者林杰新城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